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看 CIX每周华尔街的美股高峰会 单元和CEO面对面 我是主持人Nanel 我们面对面的CEO呢 就是我们CIX每周华尔街 最近最受欢迎的来宾 中文投资网的CEO创始人 汪仁王汪老师 大家好 汪仁王汪老师 汪老师最近我们CIX 非常非常受到欢迎 也非常非常热门 当然股价也涨了很多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汪老师长期在关注这个大马板块 CVSI这间华尔街 都非常看好的这个潜力股呢 表现很亮眼 然后他们说我们现在 CIX就是华人的CVSI 最近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古巴里面 你不觉得 如果你上YouTube打入CVSI 我后来看了 你已经Top2了 前天晚上的话 我看的时候是 你大概我们每周华尔街节目是 就上一期节目应该是Tops 在很后面 因为很多老外来看我们的节目 讲到我们要做下一个CVSI 那么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就是两年之前 我们就开始用这个CVSI的产品 去贴牌 然后去给我们的投资 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最近的股票你说涨得好吧 我还是很不满 因为我最近昨天去那个Money TV 里面我说我们要把股票从五块钱 涨到五毛钱涨到五块钱 那怎么做呢 从来没有想过去操纵股票 我想最大的还是要涨及说话 因为我有位老朋友Shine 他一直怪我 他说你推荐的股票都让他亏钱了 特别是CIX九毛钱买的 他说我不觉得我这一辈子能够回本 我觉得说 我说你这个话呢 有点是世界上我听到最悲观的一句 然后他说 我承认自己做的不好 我把了很多感情放在里面了 然后来回交易很多次 我很难保证这种 这些短期的交易者怎么happy 说句老实话 你问我今天CIX要涨还是跌 我们中国人他的投资理念还是比较落后的 他们会觉得这个有个庄在里面 就是老王就是个庄 其实如果让一般美国人 不是一般让美国人来讲 就是一个供需关系 我觉得最主要让我们股价 从五毛涨到五块的话 我想最大的一个因素呢 是为了我们销售额上去 那么销售额的底气在哪里 我们就是说 首先中国这个部门 我们今年应该说 接近百万级别的这个销售 但是我还是不happy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千万级别的 那么我们已经离CVSI非常靠近 所以我想就是首先呢 我想让Nio我给了他一个作业 就是看一下国内的发展 我们刚刚租了一个办公室 还没有装修 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从洛杉矶跟上海的团队 上海的CBD生物科技公司的CEO 来连线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上海办公室 包括他们的业务推展 还有很重要就是产品 以及销售渠道的一个介绍 好的首先可不可以先请运总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上海CBD呢 目前有哪些的销售产品 还有呢 它的渠道 它的贩卖渠道是哪一些 我们上海CBD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从2017年3月就在中国市场 率先研发含有大麻液提取物的糊糊品 原料是采用THA含量 小于千分之三的无毒工业大麻 在中国也叫汉麻 2017年10月 就在中国食药监总局通过了备案 同年我们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中英文的CBD注册商标 商标分类包括护肤品、食品、医疗、医药等 目前部分商标已获得了注册证书 我们现在的销售渠道已经上线淘宝网、拼多多、金日头条、网红直播等线上平台 以及代理商的线下渠道 现在我们产品线包括植物系列、活氧系列、汗麻原液系列等十余款产品 这也填补了中国市场含有大麻叶提取物护肤品这项空白 嗯 是 那另外请运总裁跟我们介绍一下 未来上海CBD 我们在这边要整个整体发展的规划 短期长期分别是什么 未来我们的发展规划也是相当明确 在第一个五年里 我们的计划是2017年到2018年 不断研发含有大麻叶提取物的护肤品 并在线上线下以新生的平台全力推广 使中国的消费者都能了解大麻叶护肤品 并得益于它的独特功效 2019年在提升护肤品营收的基础上 我们会研发推出含有汗麻成分的食品、日用品 比如汗麻酒、汗麻茶、汗麻浆汤膏 汗麻灭菌兆、汗麻足益粉等 不断扩大汗麻产品线及产业链 2020年到2021年 我们主要的发展方向是在医药领域 计划与云南省内的中草药研究院 以及天津医科大学等院校 共同研发含有大麻叶提取物的中药以及西药 好的 谢谢运总 我们介绍了公司的产品 还有未来的发展规划 那最后运总要离开镜头 带我们来看一下上海CBD办公室的布局 公司坐落于上海市商业核心区徐家会的 地标建筑上海实业大厦 面积200多平方米 由于公司发展迅猛 目前办公的工位已经超饱和 我们刚刚又租下了同城的新办公室 也是200多平米 同时能容纳30多人办公 这样我们的办公组面积就将近500平米 未来随着公司的发展 我们会再整合扩大办公场所 好的 我们刚刚看到了上海CBD团队 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办公室 以及他们的产品 还有整个业务的布局 可以说是现在非常非常热闹 我觉得经营的也非常好 包括他们还拍了抖音的视频 也非常受到这个回响 因为现在年轻人大家爱化妆 然后我们是公司是唯一间 现在有大麻成分工业大麻 就是汉麻成分的这个化妆品 现在在国内越来越受欢迎了 是 讲完中国呢 我认为我们的眼光是可能未来20年 我认为就是现在日本合法了 但是韩国可能很快也会合法 中国 因为我把CBD称作于 它是大麻当中的一个比较阳刚的 阳刚之气的一个产品 那THC呢 就是所谓的大麻店啊什么 昨天还有一位药剂师跟我打电话 他说有什么大麻店要卖啊 或者说大麻的license 我说我现在觉得focus非常重要 我们就focusCBD 不要去碰THC啊这些东西 否则我们会越走越偏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股票从五毛钱涨到五块钱 就像CVSI 应该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 就是如果你去年11月 如果能够买投入13万美金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的回报 可能在400万左右 按照今天的股价是4块钱左右 那么很多人就会跟我说 老王我愿意非常愿意跟着你干 但是我没钱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呢呼吁一下 就是我们 我正式的准备向我们的董事会提出 拿出1000万股 也就是大概价值500万 或者以后是1000万 还是250万 这个股票来奖励所有的CBD的销售团队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让大家呢通过自己的劳动 而不是说用资本的投资来达到一个支付的目的 那么我们的产品线呢是非常非常全的 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区 所以我们在全球呢 特别在美国地区 加拿大地区 我们招募合伙的通过凤凰卫视 通过凤凰卫视北美台 通过这个我们的视频 对来招募这些有志之士 大家一起奋斗 假设说我们中文投资网的股票 从五毛钱涨到五块钱 那么大家会赚到这个10 bagger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一点就是大麻的合法 特别是CBD的合法 好像在第四季度 我知道那那又准备了一个片子给大家 是我们来看一下 大麻即将是种植可以合法的 今年秋天最让人振奋的消息 就是美国联邦政府 渴望解禁工业大麻种植禁令 存在80年之久的大麻禁令 美国国会正在进行最后协商 非常有可能全面开放工业大麻 也就是碳麻种植 一旦解禁 三年后将迎来至少16.5亿美元的商机 碳麻热 备受美国投资人期待 以贩卖研发高品质碳麻油 著名的CVSI 今年度的表现经验全华尔街 华人CVSI CIIX 股价也在近期大涨34% 不管从商业还是投资角度 汉麻都是未来的黄金趋势 好的 所以现在大麻即将合法化 就是种植可以合法 然后一步一步的 对我们要渐渐来到位 但全面开放 这对于未来整个美加市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商机 所以王老师一样又走在时代前端 我觉得这次全球家们 特别是中国以及美国地区 招募全球合伙人的制度 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提出的方案 还没有被董事会通过 就是拿出一千万的股份 来奖励 卖我们CVD产品 你可以在中国加门 也可以在美国加门 和加拿大加门 加我的微信 你如果有这个 没有任何本钱 你只要去推广我们的产品 你就会成为我们的合伙人 那合伙人的奖励 就是给股票 你可以参加捷斯 你可以参加emway 但是他们没有股份给你 而我们给你的股份 甚至可以让你做到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级别 第二公司承诺将会把CVD的 营收的25% 来回过自己公司的股票 作为继续刺激这个股价 我们并不需要这种人为的 去操纵这个股票 而是说从营收上 让机构投资者 让普通的投资者 赶到这个中文投资网 是在为这个CVD 做出一个推进的 做出一个贡献 特别是 我们是在CVD行业当中 属于percentage sales volume 就是像CVSI 它可以做到百分之十的销售 是属于这家公司在做 那我们能够做到百分之五 甚至百分之二 CVSI从1300万的营收 market cap 就是我们现在的market cap 到今天4亿美金的一个market cap 整整翻了30个倍 那我们完全如果翻30倍的话 想像如果你有10万股 你可以去在上海拥有一套房子 对吧 400万美金 2800万 2800万人民币 你可以在上海 北京 任何地方都买一个豪宅 Arcadia的话 我觉得整个的价值非常高 在Arcadia如果400多万 也是顶尖顶尖的 是是 所以呢很多人来问 我们CIX怎么样变成CVSI 华尔街都在这样子讲我们 但是汪老师给大家一个实际的一个计划 未来就是跟着我们 汪老师的新计划一步一步的走 我们马上呢 在这个大马这个市场 迎接商机的最开始呢 希望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赚到钱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CIX 每周华尔街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 每股市场又将迎来大量经济数据公布 投资者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首先是周三早上8点半将公布的 下周可能最重要的数据 7月零售数据 以及工业产出数据 零售数据是衡量商业活动活跃度的重要数据 6月的数据中 零售销量增长0.5% 符合预期 并且将5月的增长量提高到了1.3% 此外周三还需要在老时间早上10点半 关注上周原油库存变化数据 周四两个7月的房地产数据 新屋开工和建筑许可数将即将公布 目前标普500的上涨 如果能够再持续两周的时间 就能刷新历史上最长牛市的记录 加上美联储调高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 因此每一个经济数据都至关重要 本季度财报季已经发布接近尾声 大部分重要的蓝筹股都已经交出了 第二季度的成绩单 下周主要公布的财报是一些中概股 中国电商唯品会以及社交媒体YY 都将分别在周一盘后公布财报 而周四盘前 我们关注到中国电商巨头京东 以及美国连锁超市品牌沃尔玛 公布的最新财报 周四盘后 可能是下周最重要的一份财报 来自于芯片制造商NVIDIA 华尔街预计他们第二季度盈利 将达到每股1.85美元 同比增长 能够达到84美分 那么以上就是下周的美股预告 我是Laura 我们下周再见